田烈护家最近愁云惨淡 并没有被新进拾回来的小姑娘 分取太多的注意力 一家人发愁的根源 在于他们家第七个孩子 这个小男孩是个天烟 从小身体孱弱 长大后子成父业是不能够了 没力气又不能生孩子 当爹妈的不知该让他以后 讨个什么营生过活 正好村里头有人在宫里头当太监 近来老了便回了家乡 老太监攒了些钱 又娶了个寡妇 过继了一个儿子 日子也照样过起来 这田烈护夫妇便动了些心思 带上一条自己打的银壶 领着儿子去拜访了老太监 老太监心地不错 知道了对方的来意 并没有收银壶 只告诉了他们 想当太监 大致要走的流程 太监又不是什么高尚的职业 想要入行 无需打点 只要去京城报名就行 这猎户知道老太监地位应该不俗 在皇宫之中又有故交 因此还是想托老太监照应一番 谁知呢 老太监却白白手回答说 哎 我呀 和宫里头那个最炙手可热的太监 陈无庸不对付 倘若叫陈无庸知道 是我指点的人呐 只怕更坏事儿哦 于是田猎户便拖了人去京城报名 报完名 他就找人帮儿子净身了 太监的净身并不是由官方来做 因为民间有些掌刀师傅抢了风头 后来官方干脆就由着太监预备义们 自己找人净身 他们只管检查 合格之后 就是一名太监了 这穷乡僻朗的 找个手艺熟练的人不易 田猎户辛辛苦苦找到的掌刀师傅 是个生手 两刀下去 把个小孩疼得面无人色 后来就被抬着出来了 回到家一直高烧不退 昏迷不行 请了个土郎中来看 说是不行了 挨不了几天了 当娘的守着儿子 哭晕过去好几次啊 田猎户看到路边的小姑娘时 正是他把那郎中送回家后 折返回来 他觉得事情到了这种地步 大概是因为他这辈子杀生太多 造了大念 报应到儿子身上 看到那无家可归的小姑娘 田猎户便动了恻隐之心 把他带了回来 哎 这小孩不快找个地方取暖啊 这一晚上 必定会冻死在荒郊野外 他问那个小姑娘的名字 小姑娘只低声答了一声 我叫阿赵 再问就不说话了 看他的眼神中还隐含戒备 小姑娘只身一人和陌生男人同行 有点防备也可以理解 田猎户并没有在意 带着这个阿赵回了家 第二天 阿赵和田猎户到了谢 告辞离开 循着记忆中的路 回到了那破庙 他不能让自己的亲人 死无葬身之地呀 破庙里静悄悄的 地上的血迹早已凝固 血腥气也已被一夜的北风吹散 庙中散乱地躺着几个公差的尸体 却没有他父母兄弟的 他翻遍了破庙内外 真的一个人影都看不到 他真的希望他们只是受了伤 后来逃离了这个地方 这个愿望太过美好 他都快相信了 但事实是 父母和弟弟昨晚倒下去的地方 血迹已经被清理了 如果他们要是负伤逃跑 是不可能分心去清理血迹的 那么原因只可能是 有人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清理了血迹 为什么 清理血迹 就可以抹去他们受伤的痕迹 至少从现在这个场面来看 他们更像是杀了公差 然后逃跑了 原来他们不止要杀我们 还要让我们背负这样的罪名 永远不能遭寻 这歹毒心迹令阿昭浑身发冷 他正不知如何是好 忽然听到外面一阵人声 他连忙爬到了佛像背后多好 竖起耳朵 听着室内动静 走进来的是官府的捕快 他们今早听到人告状 说是某处某处发现了好多尸体 几个捕快立刻前来 果然见到四具尸体 穿的还都是公服 捕快们把尸体搬走了 因此处荒凉 咸少人烟 所以也不太担心 有人来破坏现场 庙中并未留人看守 阿昭从佛像背后走出来 看着空无一人的佛堂 他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不管怎么说 先把亲人的尸体找到吧 他在破庙附近找了两天 白天找尸体 饿了就吃些猎户送的干粮 晚上宿在庙中 猎户家给了他不少厚衣服 庙中也有些干稻草 了可欲寒 第三天早上 阿昭醒来时 听到庙外又有动静 他以为是捕快去而复返 于是又躲到了佛像的后面 但这次听到的不是捕快们的交谈声 而是一阵苍老而带着哽咽的叹息 哎 阿昭有些好奇 便从佛像后面探出头来看 他看到一个老人家 头发花白 没有胡子 老人也看到了他 虽然年纪大了 眼力竟还好 你是气打人的孩子 阿昭心头一惊 却不敢答 只问 你是何人 此处发生了命案 你不怕被牵连吗 还不速速离开 老人抬起袖子 擦着眼角 说道 哎 小小年纪 便不得不如此防备 孩子 你受苦了啊 你不必担心 我不会害你 我知道 你是季青云 季大人的女儿 昨晚田家屯 来了一拨人 搜寻你一家四口 我看到画像才知 他们说 季大人杀了公差以后逃跑了 我听到这说辞啊 便猜测季大人 很可能已遭遇不测 所以今日想来祭拜一下亡灵啊 不想竟在这里看到了你 啊 这么说 季大人还活着 听他 听他 听他如此说 阿昭 静不住痛哭起来 他把实情跟那老人说了 老人听罢 也是老泪纵横 一老一小哭过之后 那老人说道 我呀 原是在皇后身边伺候的人 太子是我看着长大的 这样看来 我与你父亲本是一路啊 只恨我现在被陈吴庸压制 不能帮你申冤呢 你现在无家可归 不如先跟我回去 再图其他吧 阿昭有些犹豫 他怕被官府的人抓走 老人又安慰道 哼 你放心 昨天那些人呢 已经走了 应该不会再来了 他们在田列护家盘问的时候 我正好也在 便帮你压过去了这事 没人说 啊 阿昭于是跟着老太监 回了田家屯 路上老太监问阿昭 可知道凶手是谁 阿昭回想着事发那夜父亲的话 答道 很可能是陈吴庸 老太监点了点头 我觉得呀 我觉得呀 也罢成是他 季大人 似乎并无别的仇人呢 就算与谁有些不和 对方也不太可能有那个胆量和本事 调动那么多杀手 来灭口啊 阿昭点了点头 更加确定凶手就是陈吴庸 他想报仇 可是现在他一个十一岁不到的小孩子 还是被捉拿的 别说杀人了 他连接近陈吴庸的机会都找不到 老太监带着阿昭回到家时 听说了一件事 田猎户家的小儿子就剩一口气了 阿昭有些同情和黯然 那是他恩人的孩子 他跟着老太监去看望田猎户 田猎户虽知道这小女孩正在被官府缉拿 但是既然有老太监挡着 他也不会说什么 从田猎户家回来 阿昭一直在想一件事情 终于他问老太监 你觉得我能进宫当太监吗 啊 这老太监的下巴差点掉下来 阿昭又道 陈吴庸也是太监 若我当了太监 想必能有不少接近他的机会 到时候就可以亲手为我的父母兄弟报仇了 哎呦 哎呦 可你是女孩子啊 你就算进宫 也只能当宫女啊 哎呦 不行不行 这样你很容易被陈吴庸认出来呀 到时候就 哎呀 所以 我最好是当太监 当了太监 必然不会有人怀疑我是谁的女儿 不是这样吗 陈吴庸就算追到天涯海角 也想不到 我就在他的眼皮子底下 老太监呆了呆 哎 可是 你 你是一个女孩子啊 怎么当太监呢 阿昭反问 啊 这正是我想请教您的 我一个女孩子 到底能不能当太监呢 老太监 哑口无言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说 陛下请淡定 作者 九小七 演播 哈小妹 欢迎您 继续收听 太监的临选和登记 在十三所里 选拔一般是在静身之前 检查一下出身是不是良民 通过之后就记录在案了 你来不来无所谓 来了之后登记一下就行 静身完之后来十三所做身体检查 检查合格之后 就是一名正式的太监了 每个月的初三 是新一批太监检查身体的时候 一个年长一点的太监 领着一群刚刚检查完毕的太监 走出房间 向着另一边的登记大厅走去 长长的队伍 像是一条蜿蜒游动的蜈蚣 新太监们表情各异 巨都垂着头不敢张望 紧紧跟着前一个人的步伐 一个人从月门后闪出来 调整步伐跟上队伍 这个人十岁出头 穿一身普通的青布衣衫 头戴青色头巾 形容消瘦 逼着头 一双大眼睛咕噜噜的乱转 这不是别人 正是阿昭 现在叫田七 偷偷摸进十三所 以及混入太监队伍里的方法 自然是老太监教给他的 除此之外 那老太监还拿出了许多家当 买通了猎户一家 使他得以安全的顶着田七的身份 来到了京城 这对太监被领进了一个大厅 埃格被询问姓慎名谁 入部日期 接着在另一个册子里按个手印 指印无误 就算办好入职手续了 轮到倒数第二个人时 他突然发现自己身后 竟又多出一个人来 便张口结舌地看着田七 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 田七 神色阵地 于是那个人便以为自己记错了 老老实实地办完手续 轮到了田七 田七报完了姓名 和入部时间 办理手续的太监 拿一本新册子 让他按手印 按完之后 和之前此人入部时 留下的指印 对照了一下 结论是 合格 唉 田七松了口气 他捏了捏手指 拇指肚上贴着的一块薄皮 差点被他搓下来 这薄皮是老太监 用人皮雕的 贴在指杜上 可以伪造指纹 这一批太监 全部合格 记录入当 他们被领着 去了新住所 接着发衣物 学规矩 田七捧着一堆衣服 耳旁听着那领头太监的 须道 有些走神 唉 我就这么成了一个太监了 我这个人都问了 吃到了 我这次的一批 我觉得这些人 这个人都会说 这些人都会说 那种 那种 感谢观看